耶稣哭了 这个神圣的情感里面 到底为什么祂哭 我们一起看 约翰福音第11章33节 耶稣看见祂哭 谁哭 玛利亚哭 之前跟马达说的话 后来又跟玛利亚说的话 对不对 玛利亚说什么 主啊 如果你找到 我兄弟都不会死 然后这里耶稣看见祂哭 并看见与祂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 又胜又愁 便说你们把祂安放在哪里 他们回答说 请主来看 35节耶稣哭了 各位 真的是很短的一句话里面 有最深的含印 耶稣哭了 为什么哭 理由何在 其实如果单单这三节里面 你们看有两个线索 第一是什么 第一是耶稣看到 祂所爱的玛利亚 还有同来的犹太人都哭了 这个是第一个线索 耶稣看见 第二个线索是 然后耶稣心里就悲叹 甚是忧愁 我上个礼拜说什么 这个悲叹 就是indignant的意思 就是有一点愤怒的意思 那个愤怒 有一股无畏的愤怒 还有无畏的一种忧愁 在我们耶稣的心中 很奇妙 祂看见一群人哭了 祂所爱的人哭了 然后祂心里面 很奇妙的一种愤怒 一种忧愁 然后问 你们把祂放在哪里 然后耶稣跟着去也哭了 各位 这个经文 就是只有这样 我们怎么解释 耶稣哭的这件事情 有几个说法 几个说法 我用三个说法 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说法 第一个说法 我这样说 一般上我刚才说了 人都是用自己的人性的感悟 理解来解释的 所以一般最普遍的 耶稣也是人 你看祂也哭了 一般很普遍的这样讲 那个理由是什么 因为祂看见祂所爱的玛利亚 玛达 众人都哭了 所以主动了 慈心而哭 这个是第一个解释了 当然 接着他也哭 有披带肉身的主 他哭的时候 与哭的人同哀 这也是一种安慰 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单单以这样 我不能说这样的解释是不对 但是如果你单单以这样解释 你不能解释 那为什么主悲叹 为什么有一股愤怒 有一股极其的忧愁 在祂的心中产生 你没有解释这个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感 这方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哭是一个外在的表现 但是里面的理由不一样 有些人难过而哭 有些人忧愁而哭 有些人是愤怒 生气而哭 所以都不一样 所以第一个哭 我们都知道 很多人直接的这样的解释 那么都是以主耶稣的人性来解释 与人有人一般的同感 所以与玛大 玛利亚 和这些亲友们一同哀悼 那第二个解释 为什么耶稣哭呢 第二个解释 因为也是从人性出发 我们主耶稣基督失去了一个 甚至比亲人还更亲的密友 拉撒罗 那各位 所以主问 你们把他放在哪里 放在哪里 他们说主 你来看 就带他去 通常我们参加一个人的丧礼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所爱的人离世了 我们就忍住哭 对不对 后来走到丧礼的时候 靠近他的棺材或者坟墓的时候 那时候不禁就心里被触动 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这也有可能 因为我们人都是被禁触的东西 我们环境里面看得到的东西被触动 好像我们有些 我们私善所爱的父母 配偶或儿女的 我也知道 有时候我们到了 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很好很好 有时候到了他们的周年纪念日 我父母已经死了五年了 或者死了三年了 每次去扫墓的时候 触景深情 很多的感触 那个东西 所以每一次在那个时候 就是被这个情感影响 整个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那有没有可能 我们主耶稣基督也 现在要走向这个坟墓的时候 因这个东西哭 其实逻辑来讲应该是 我这样想说 一般的人都会这样认为 但是我想说 我在读的时候 我就问 我们的主明明知道 下一刻等一下要叫拉撒路复活 那下一刻要复活的时候 那他就现在哭了 但是等一下拉撒路出来 所以我感觉有一点不太合逻辑 或者说不太合一 当然人死了 他心里面有这个情感 对不对 失去了说 但是当他知道 下一刻他要活起来的时候 不太像是因这个原因而哭吧 或者也有可能 我不能说不是 但是我的解释是 现在我要讲的第三 你们都知道 第三个解释 我认为我们主耶稣哭的 最重要 也真正的理由是 因为他看见 这里的人 他们的灵魂 何等的失散而哭 怎么说呢 没有错 我们主爱 玛大玛利亚 拉撒路 还有这里所相信 之后会信从他的犹太人 但是各位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现在要明白的是 我们这位上帝 他来到世间的终极的目的 他倒成肉身 死而复活 他在十字架上 要承受最严重的刑罚 然后他要复活 他要掌权宝座 他要完成这个救恩 然后成为神与人中间 永远的那个中宝 各位在这个里面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跟父隔绝 要这样做 因为各位 现在 现在什么事情 就捆绑他的子民 罪 因为罪的缘故 人人都有一死 这第一次的死 然后死后 有第二次的死 就是审判 但是 现在这里的人 他们都因为死亡而绝望 对不对 我们看到亲人 结束生命的时候 我们有绝望 我们就哭泣 我们让人死了 什么都没有了 以前人多孝顺他 给他什么好玩的 好吃的 他都享受不到 所以我们人是 只有第一个死 我们有知觉 我们就看到这一幕 但是他们对第二次的死 这里的人 不但是拉撒路他死 将来都要面对第二个死亡 因为罪 永死 永远的刑罚 以后谁知道 他们没有知觉 他们对他们生命里面 最严重的问题 没有知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曾经有一个英国慈善机构 一个帮忙 要解除奴隶制度的 一个慈善机构 有一个义工 他就专门找那些 把孩子在非洲 就是卖到各地方做奴隶的 这很可怜 十多岁的孩子 最小的六岁七岁 在非洲那个地方 有些都从来没有看过海 这些孩子放在一个船上 一百多个孩子 两百 放在一个很小的 用木做的一个船 这样挤在里面 然后这样卖到其他 有些坐船 几个礼拜 几个月这样 忍着饿 然后离开父母 然后这样哭 然后一个孩子 卖三十块美金 然后这样的 有些在里面哭 有些女孩的十四十五岁 然后被强奸 然后有些怀孕 有些这样的 这么惨痛的光景 然后他看到他们的时候 他就哭了 但是他的哭了 他说 不是单单现在他们的惨痛 他现在所遭遇的那个痛 饿了 痛苦了 离开父母了 害怕了 这个只是他暂时的惨痛 但是他们被迈到 那个地方做奴隶的时候 他们跟他们的后代 一生就是做奴隶 成为别人的东西 一生没有自由 因这个东西 深深的哭泣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们想想看 我们的主 他有完整的人性 他有完整的神性 他知道他的使命 他知道人的问题 人终究的那个审判 他是非常的清楚 现在有一个肉身的死亡 摆在前面的时候 肉身的问题 他一看 每一个人都哭 拉萨鲁 这么年轻的人 为什么这样死了 这样的东西 但是他看到 这个也哭 那个也哭 很奇妙的 没有一个人 有这样的情感 他心里就愤怒 悲态 甚至忧愁 就是悲态 像什么东西 愤怒 像那个罪 像吞吃他的那个 子民的那个死亡 他就那个愤怒 悲态的那个心 各位一定明白 你们了解吗 你们会理解 这个情感 这个神圣的情感吗 所以教我们 今天我们信他的人 我们起码会了解 有时候我们看到 一个人现在 因肉身的病痛 他很痛苦 有些人因为这样 婚姻的问题很痛苦 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一生 我们做牧师 一生看到痛苦的人 有些人上妻上子 黑发人送 白发人送黑发人 对不对 这个痛苦的 我们有儿女的 我们都会知道 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 一个姐妹说 我的孩子 16岁的时候死了 16岁 把他养到最漂亮的时候 就车祸忽然死了 因为这个东西 他认识主 那时候我的孩子 才10岁 11岁 养到16岁 这样失去孩子 这不得了的事情 那个东西 谁能够承受 但是我们如果 闭上眼睛的那个时刻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都变成过去了 然后我们才会知道 人在一个地上 短暂的时光 原来他身上 最严重的咒诅 不是他肚子饿 不是他得到癌症 不是他失去他所爱的人 乃是 他要面对永远的死亡 但是他没有自觉 他没有自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说 你为什么 为了什么东西而痛苦 当然我们的人性 我们应在自己 现在失去有一些东西 我们会痛苦的 但是 神的真理 神的圣灵 透过这个真理 告诉我们 给我们另一番的领悟是什么 其实 这个罪所带来的那个后果 才是我们真正 要看重 也要解决的事情 所以 我们的主 带着一个神圣的情感 神圣的那个眼泪 现在望着那个坟墓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问 你不要问你开心什么 有些人开心的东西是很多的 你现在要问 你难过的是什么 如果你难过的事情是对的 那个才能够断定 你真是一个属灵人 你难过的东西是物质的东西吗 工作的东西吗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个很快都会过去 你多给你也是 几个物质 几个车子给你 你今天只有三碗饭吃也是可以 也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你人生的意义 你人生的宗旨 你见到主的时候 你会得的是什么 有神圣的情感 来叫人要明白这个事情 我们有时候去商礼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看到 有商家就哭泣的时候 我不知道各位的心情是怎样 为什么我这样解释这个经文 我这样解释这个经文是 真的有一天 我认识主的道 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当然我不是神 但是那位拥有神性的主 祂下来了 祂把神里面的那个心意 完全显明的时候 有一天我去商礼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因为失去的家人 什么痛苦的 我就跟弟兄姐妹说 也对那个难过的商家说 你不要哭 你要哭的话 你要为着活着的人来哭 因为爸爸走了 妈妈走了 或者配偶走了 还是什么 你为着活着的人来祷告 那走了已经是定局了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是现在活着的人当中 他们哭 这个商礼哭完之后 他们还是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 做自己的事 爱自己的世界里面去 追求自己的一切的意志 包括基督徒 包括我现在讲的是 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参加商礼的意义是 是我可以说意不大 如果他们不明白 主的这个心肠 我只能这样说 但是主把他的神圣的情感 让我们看 那么各位 讲到这个地方之后 那我现在问 如果你拥有这个神圣的情感 真的为人的灵魂而哀伤了 那你能不能 如果你有这样的生命 有这样的看见 也有这样的心肠了 那你有没有可能 去到一个商礼的时候呢 有时候因为你的好的朋友 你所爱的亲人 离世了 你也会因他离世而哭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这个可能 也有这个可能 对不对 你们了解我现在讲的话吗 我并不是 废去我们人性方面的 那个因素 你一定要知道 你能够因人的灵魂苦 现在 但是你去到一个商礼 实际的 可能我们 有一天我们的同工们 不懂是你们先参加我的商礼 还是我参加你们的商礼 或者跟我一样 无论怎样 我们家会很少商礼 但是 我想 虽然我知道 我将来会再见到你们 如果你们先走 但是我也应该会为你们而哭 但是那个哭是有安慰 有盼望 有知道的 只是暂时短暂肉身的离别 而痛苦 然后很快的 醒过来 要为你还活着的亲人 继续祷告 继续向他们传福音 这样才对 对不对 不然每一次死亡一来的时候 绝望 因为我们 我跟各位说 我们现在 我现在四十多岁 我们二十多岁一个人 更不用讲 但是你到了六十多 七十多岁的时候 你慢慢每次看 放开报纸 那个orbitrary里面 你就会 这个不是我的以前的邻居 这个不是我以前的 慢慢你就看到 很多很多跟你同样年龄的人 慢慢这样走 然后现在跟你一起有关系的 你的兄弟姐妹 一个一个走了 那个时候 你忽然间好像被带到一个事实 你要么 就是你有神圣的情感 要知道自己的时间也有限 但是你为着活着的人来祷告 要不然就是 哎呀 几时轮到我啊 那种光景 那就是绝望 各位 当然用死来讲 死的意思就是 你失去这地上一切所有的 对不对 但是对我们圣民来讲 我们是得着一切了 我们安息主怀 歇了一切的劳苦 来到主的面前 然后得着一切的一切 各位亲爱的弟兄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价值观 生死观 是实在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你说 这个跟人性好像不一样贵 这个跟人性有关系 叫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能够超越生死 看透生死 也看到永恒的事的价值 也知道短暂的那个重要 所以在短暂的时候 你的情感不要浪费 你的情感的确 有哀伤的人 也跟他们一同哀伤 安慰他们 但是你的心里面知道 更重要的是什么 各位亲爱的弟兄 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不能说他没有带着人性来哭 然后也真的为玛利亚他们 暂时失去他们的兄弟而难过 我相信有 我并不是否认那个地方 但是我相信更重要的理由 所以这样就能解释 为什么他悲叹 他忧愁 对不对